处于领先 现在看到了就是姚金南 他的自由操后面要比的这个项目的预赛是第一名的 我们看姚金南的平衡目 他有一个马上要做的 这是一个招牌动作 后团三百六站幕 可惜他出现了晃动 因为这个难度是一个技术的难度 我们再看他的小帆 小帆子里后空帆站幕 又出现了一个晃动 高级腿的逆转三百六十度 两次分腿跳 前提 他没有断了 接羊跳 这个地方本来要直接接的话会有加分 可惜他忧郁了一下 没有直接接 虚体后空帆两周 往后动了一小步 他这套动作今天完成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一个是在后团三百六站幕的时候 出现了 有点不敢站幕 出现了晃动 还有小小直的时候有一个大分腿 在一赛中他就是因为完成质量分布高 所以呢才排到了第八名的 不过当时他下法站住了 他是在赤克赛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两次大的荒动 但是出现的位置不同 再次请您关闭照相设备的小功能 谢谢您的合作 这是他的教练徐晋雷 在跟他说基础上存在的问题 所以运动员每次通过一次比赛都会去总结自己的不足 和自己取得的一些经验 这样的话有利益在大赛中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姚金兰是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 女项目唯一的一位参加过伦敦奥运会的选手 那么今年也将参加世界锦标赛 她现在是中国女子全能的第一人 在之后还要参加自由操的比赛 我们看姚金兰在跟她的小四妹刘婷婷 他们是一个小组的 因为刘婷婷在前面的比赛中 包括全能 在昨天的高地杠都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 因为她是一个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 所以说她呢 还是比赛的经验 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教练来鼓励她要放开座 因为平坑木是好练 不好比的一个项目 因为她这种木头比较窄 中文字幕是谁 中文字幕是谁 感谢观看